黑狗忌除了泡水喝 实际上还可以造成各种美食 所以有些人叫他黑金 在忠语里面 黑狗忌性微甘萍 只要归关京 他有一个健庇保审 亦精明目和养血功效 同时他还被认为花青素之王 因为花青素含量特别丰富 从功效和只要成分角度来说 黑狗忌和我们常见的红狗忌 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另外大家经常听到 这个花青素又是什么呢? 我们又应该如何根据科学的境据 来理解他们所谓的健康功效呢? 大家好 我是自己新 这一期的影片 我们来讲讲黑狗忌 那狗忌呢 其实是企科家族一言 我们平时泡茶煲汤 用的就是企成熟后曬光狗忌的果实 因为各地的气候和土壤不同 那狗忌都会进化出不少的地方特色品种 那我个人仍然对这个狗忌熟的植物 做过系统的调查和研究 目前都确定了七个主要品种 这七类分别是 普通狗忌 宁夏狗忌 黑果狗忌 哲岳狗忌 新疆狗忌 柱统忌 和云南狗忌 黑果狗忌只要是生长在我国 西北那些比较光草的地方 好像青海 新疆 西藏 甘肃 宁夏 陕西 内蒙古 这些审败都有多新型 其中柴达木盆地和塔里木盆地这一带 其分布最广的 自然都是最丰富 集中度高 开发起来都比较方便 那除了中国 黑果狗忌 在国外都有分布的 比而言苏联的地区 只要在欧洲的东南部 高加索 和中亚一带 还有蒙古 地中海沿岸的北非国家 和南欧的一些国家都可以找到它 那黑果狗忌又简称为黑狗忌 那有些朋友问 自身 从功效和成分角度来说 黑狗忌和红狗忌区别是什么呢 那我们先讲讲黑狗忌 根据传统医学的说法 黑狗忌有滋养肛神 益晶明目的作用 私下那些经常会感觉到 腰湿酸染 头云眼花 或者是看东西模糊的人群 在藏医药的经典著作里面 比如四部医典 或者是珍珠本草都有记载 黑狗忌可以容易因一些 调理我们心业病 心脏问题 已经不调 甚至是弊经的一些情况 那我们再看红狗忌 其实功效和黑狗忌有些伤伤 它只要是保肛审 养症血 奪改善 腰湿酸痛 耳鸣头云 体虚 耐热 视力模糊 这些问题都有些帮助 而且它也有不错的保育作用 适合一些气血不足 面色毁煌 其实狗忌果里面 是富含我们人体必须的 多糖 胺基酸 维他命 各种微量元素 这些都是它的药用和保健价值的基础 而且狗忌也是药食同然的食材 所以它又可以入药 又可以入食 所以我们现在市面上都见到很多狗忌 为燃料的保健产品 例如黑狗忌造成的 热青饮料 花色金 微胶囊 红狗忌都会用一些複合的饮料 例如我们狗忌 根银花 红茶菌 狗忌 红棗 运动饮料 还有狗忌果醋 这些应用是比较广泛的 然后再来说说黑狗忌和红狗忌的有效成分 那么黑狗忌的营养成分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 好像花精素 花色金 丹宁 多糖 黄酮 这些物质目前在研究中 都是一个公盈的 有益的健康的成分 尤其是喜喜的脂肪酸的成分 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 其中亚油酸的含量特别高 那么我们红狗忌的代表成分就是 狗忌 多糖 甜菜 减 还有一些安基酸 胡罗八素 亚托品 和天仙子安 这些成分对我们身体都有很多好处 比如增强免疫力 严款衰老 清除自由基 钢皮炉 抗辐射 保护肛 护肛 对我们的生殖系统都有一定的保护和改善作用 有些朋友问 很多商家经常会宣传黑狗忌 花青素多 花青素又是什么呢 你如何从证据的角度来理解所谓的功效呢 我们商家在推荐黑狗忌的时候 花青素这三个字几乎是标配的 那它到底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 花青素是一种水溶性的天然色素 即是我们植物在生残代謝过程中产生的 它可以吸收太阳光中的不同的波长光线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植物出现红色 蓝色 紫色 甚至黑色 这些颜色很多都是花青素的功能 有些动物实现 它是发现花青素是有助于调治挟资的 还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 听起来是很不错的 甚至还有些研究显示 它可能对某些人工有道的肿瘤 在动物身上有一定的抑制效果 那问题来了 这些效果在人身上是否一样有效呢 虽然动物实现的结果是不错的 但是在人身上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 另外 花青素它虽然是有抗氧化能力强的功效 但是一旦射入体内 可能它没有那么容易发挥作用 关键就是黑狗纪的功效 其实很多是对花青素或者是研花青素的一个研究 它不是直接针对黑狗纪本身的研究结果 再来讲讲黑狗纪 它的产地比较有限 它的产量也不太多 所以 关于它本身的科研研究就比较少 而且很多研究的样本量都比较小 但是 科学上很难有说服力的结论 紫棋的保健作用 目前是没有足够的证据 充分支持 这一点是比较客观的评价 另外 其实花青素的广泛存在于各种颜色比较新的食物当中 比如茄子 蓝莓 紫金蓝 紫玉 红葡萄 这些 这些食物的花青素含量都很高 所以 想补充花青素 完全没有必要 一定要吃黑狗纪 那我们怎么知道一种食物有没有花青素呢 谢医生教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 我们用水冲一冲 如果水变得新颜色 那就说明里面有花青素 因为它是水溶性的 当然我们吃黑狗纪也不是没有风险的 有些人可能对狗纪过敏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花青素不是多多益善的 它虽然可以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 但是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 其实都需要一定量的自由基 来运作的 所以抗氧化和氧化之间 需要保持一个平衡 还有一点 很多人都忽视了 花青素可能会影响 某些抗物质的吸收 比如铁和芯 所以对有些凭血 或者是蜕生的人来说 涉入太多的花青素 反而对我们身体 不太适合 多谢大家